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是我們說來位於新南威爾斯州 澳洲這個地方的所謂Freedom Day 即是說, 自由啦! 為甚麼呢? 禁止了差不多四個月 因為打疫苗的情況 我們這個州率先開放 有個 roadmap 就是怎樣一路去開放 甚至是開放邊境 所以今天, 我想雪梨的人都很開心 在新聞上看到那些人到處去 非法, 排隊 不過呢, 你看到題目 為甚麼要說這個安樂死的問題呢? 所以那邊商呢 就有另一條戰線 就是有一個議員 重提一個議案 再進一個 去新南威爾斯州的州政府 要談 其實呢, 好幾個州已經通過了 關於安樂死的合法化 所以, 在10月14日 這個議案 會去討論之前 我們有些基督徒 甚至不是基督徒 都覺得不應該支持這個安樂死 因為, 因為一 它過了這條線 即是合法 可以做安樂死 就會顯示很多的問題 其實 所以, 我就用短短的時間 因為這個安樂死的議題 向來都是 挺難搞的 一個倫理的課題 所以, 我先說一下 我就不支持這些議案 也都是 希望可以鼓勵 我們這麼多的基督徒 去 在一些信件 去給州政府 去做多些遊說的工作 不要被法案通過 那那個網址 就放在這個影片的描述那裡 大家去找回 希望大家在澳洲的 特影姐妹、朋友 你不支持的 就寫一些信件 具一些理由 去做一些事情 我先說我的立場 另外就是 為甚麼錄這條片 教會也有 大影姐妹跟我提出 就是說 他們在小組討論 竟然有人接受安樂死 沒理由基督徒 應該會接受安樂死 我第一個回應 我是這樣說的 這些倫理的課題 例如安樂死 墮胎 紅性戀 死刑等等 其實很多這些課題 就不是 絕對有一個答案 可以解決得到的 倫理課題是這樣的 所以 在倫理課題 例如安樂死 有不同的想法 其實都正常的 我都不覺得好奇 因為 不可以說 很明顯 應該 我們基督徒要反對安樂死 是這個方向的 但是 也要明白 為甚麼 有些人會支持 因為 不是非黑即白 所以就有得爭 這個要接受 我覺得 當然 我也說 我在這個 影片的描述裡面 我會放一些文章 甚至我看到YouTube裡面 也有一些牧師 做得很好 有個多媒體教室 我覺得很好 我都放在這裡 你可以看一看那些影片 就把這個題目 可以更細緻去看一看 一會兒我會點出一些重點的問題 但是 講起這個倫理課題 或者是信仰的 如何去應用 我覺得 這個問題也是 現在信徒 有時候 沒有去 很仔細去深入的思考 很多時候 大家的意見 就是我有這個意見 然後 大家 同溫層 每個人 拜我的意見 越來越覺得自己的意見 對 就沒有看回 正反 這些題目的 一些 論點 然後 比較 不是說 純理性 而是比較 理性 或者多角度 去討論這個問題 我想起 我們那時候 讀神學 我也讀過幾間神學院 有不同的學位 我最深刻 在讀學碩士 那時候 讀論理學 在那時候 一班同學 十幾個 在不同課題 又要準備自己的題目 又 那個人 表演完之後 又在那裡討論 我發覺 這個很重要 所以 倫理學 不只是說 一講 非克即白 陰定的一個答案 而是 你要討論明白 我相信 有些人 可能 最初聽 說 安樂死 以一個 人道的立場 那些人 不要那麼痛苦 死去 所以 安樂死就可以了 他可能很簡單地想 他沒有想過另外 有很多細節的事情 所以 我覺得 如果 多一些這些 倫理的討論 真的會幫到這件事 所以呢 請大家多些看書 我們教會都在想 會不會 來年會開一個 倫理學的課程 其實應該 在YouTube 在網上 甚至很多 倫理學的書 其實都會幫到你 你稍微去想想 看不同的 不同的 arguments 你真的可以看到 原來那個問題 不是那麼彈一 譬如我 我也找到書 《情理相依》 方振明 這本不錯的 《基督徒倫理學》 那本叫做 有一本 這本其實是 英文翻譯過來的 Normann Geisler 這個神學家 《基督徒倫理學》 《基督徒倫理學》 這本也是 挺經典的 可以很好的 入門 和 釐清 基本的一些 倫理問題 另外 《基督徒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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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叫做 《David Anderson 》 《Pastual Ethics》 更多是 講一些很落地的 牧羊上會遇到的 倫理學 那時候我讀的時候 也有讀這些文章 一些經典文章 《Readings in Christian Ethics》 有兩本 我覺得 很多事情 既然不是一概而論 就要討論 所以 講到這裡 我希望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深入 你就去看看 我的影片附的文章 這樣就更好 講回《安樂死》 我現在講了幾分鐘 所謂的 分享 講回《安樂死》的課題 其實我很快 讓大家看到問題所在在哪裡 以及為什麼我會這樣看 第一方面 其實《安樂死》是分兩個 一個是主動安樂死 一個是被動安樂死 一個是被動安樂死 先講被動安樂死 被動安樂死 就是說 假設有個病人 他正在病 然後 如果 很硬地用機器 或者去救他 他可能會延續生命 但是 發覺 這樣也是沒有什麼意思 這些情況 其實 我們做目者 或者可能 你如果 不幸都遇過這些事情 你的朋友家人有些事情 究竟我決不決定 去繼續呼吸機 或者是不再搶救 這個被動安樂死 這個情況 通常 有得爭辯的 這是不是一個道德的事 你硬維持的生命 其實是否都是 你有為的自然呢 另外 主動安樂死 就是 透過醫生 多數是醫生 當然有病人的醫院 這樣去決定 是否繼續延續生命 通常 現在就是 可能是 打一些毒藥 去加速延續生命 這樣就主動去做 甚至 表達議員那個人 他簽了紙 讓醫生去做這件事 所以 這個是有分別的 主動安樂死 和被動安樂死 當然很深入的 很仔細 還有好幾個位置 大家去看一些文章 另外一方面 其實 支持 安樂死 很多時候都是 一件事 就是那個人道的問題 剛才也說過 就是 那個病人這麼痛苦 你看到他這麼痛苦 你都很想 幫助他 不要繼續 這樣痛苦下去 所以就 提早結束他生命 除了說 你的朋友 旁邊的人 或者醫生覺得這樣好一點之外 就是 他當事人 他認為他能夠 有一個權利 就是我可以 去掌握他的生命 他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決定 要去結束他生命 其實這個 就是 他對自己 可能他怕他一直 這樣痛苦下去 他自己都會做出一些 自己都 不能夠控制的行為 等等 其實 你會聽到 其實 基本上是自殺 如果這樣 就是說 我自己去決定 去結束生命 其實這個 這個問題 再深一步 就好像是人道上 但是 反對 是不是 只是 沒有人道呢 那邊商 也都有人去提出一件事 就是 其實現在 你說 很痛苦 所以要結束生命 但是現在 那些善中的服務 或者醫療上 可以幫助那些人 絕大部分都不會痛苦死亡 所以 如果在這個項目 就變成沒有了 但是問題是 你不痛 不代表你的生存是有意義的 所以 都是去到一個位置 就是 你怎樣去判定 要去做這個行動 誰決定 和誰執行 其實都很多人 開始會想到一個問題 因為 細緻的位置 表面上就是 你結束生命就OK 但是問題是 誰去決定 和誰去執行 例子 比如說 有一個人 他說 我決定安樂死 如果有病 到一個階段 很痛楚 或者 我昏迷了 你幫我安樂死 好了 他簽了這件事 到了 最大的問題 就是 到了什麼時候 誰去決定 都是說 好了 那人真的簽了之後 十年後 他就 在一個 裡面 其實 他是不是很痛苦 也不知道 他一直這樣 靠機器的生存下去 他是不是需要 在某個時刻 決定安樂死 那個決定權 雖然他簽了紙 但是那個決定權 可能放在家人上 他簽紙可能說 家人決定就可以了 或者那個醫生決定就可以了 但是問題是 醫生是否真的適合他決定呢 所以 又在安樂死 那個問題裡面 也有人提出 醫生 是不是一個 最好的決定的人 就是那個病人 和醫生的關係 已經不同了 因為醫生可以 掌握他 會不會死 其實他是在做一個殺人的行為 但是他可以掌握 好了 我們去看醫生 我們都會掌握第二回合 就是說 我們 找一個醫生看這個病 他的這樣判斷 那你掌握第二回合 不是說 不預期他前面那個 因為醫生 也不是絕對的 他有機會是錯判的 所以 掌握第二回合 一般來說 就算第一個醫生 他都會接受 好啊 你掌握第二回合 是這樣的 好了 安樂死就糟了 尤其是現在那個法案 那個人去講那個法案 他簡直是 容許那個醫生 在網上 這樣 Telly 這樣問證 都 問證 不是問證 去跟那個病人說 這樣都可以 不用親身去訪問他 還有 他也可以 都可以不把那個報告去 跟驗屍官交代 就是那個權很大啊 那個醫生 所以那個爭議性 就很大了 誰決定 誰去執行 還有 如果你說自殺 剛才那個 例子已經顯明了 就是 你雖然說簽了指 但是 你說 這個是 最後執行的人 是 決定性的 那其實這個 會不會是他殺呢 是吧 所以在自殺和謀殺 那個情況 都是有一個 很矛盾 很難定奪的位置 當然 如果再講多一點 就是 這個 就是說 使病人人到立場 使他不要那麼痛 可以更安樂 其實安樂死的定義 現在已經不是只安不安樂 是說醫生協助病人去結束生命 那他是不是真的那麼安樂呢 他就 沒有痛苦 那其他身邊的人 因為他的決定而痛苦 可能 也都 有時候那個病人 或者那個人 當他自己全決定了 但是 有時候他反覆 有時候會痛一點 有時候不痛一點 有時候會反覆 又會反悔的 所以 再講多一點 就是那個苦難問題 其實 在我們信仰裏面 那個苦難 是 是不是一個有意義的事呢 是不是所有 痛楚 就是一定要去 判斷他的呢 或者 因為 只是使他不痛 這樣就可以決定 他的生命可以結束呢 那麼 越講 就發覺 越多問題 所以呢 那個問題 最後 不是最後 一個很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 你 背後 有人指出 這個是有機會 很容易會被濫用 因為 當你一過了那個界 好了 你立法 是吧 爭議在這裡 但是你立法 你那個醫生的權 或者那個 病人 他自己的權 都是很決定性的時候 那 會不會有些情況 不是這些情況 都會有機會 他說想安樂死呢 是吧 亦都有些安樂死的個案 在不同的國家 是那個年齡 那個 不只是那些老人家 很小的 他都可以 他想自己安樂死 就是 那個理由 可以用不同的理由 我覺得我人生很痛苦 不是肉身痛苦 我都想安樂死 可不可以呢 那就很大問題 所以其實 基督徒 一方面 就算不是基督徒 也好 我們看這個問題 你不可以這麼單一 好像說人道問題 包裝了 說到 你不贊成安樂死 就是不人道 不是這個問題 不可以這樣去說 不接受安樂死的人 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問題很複雜 還有很多問題 待會你被人教唆了 他安樂死 其實可能是為了遺產 會不會有些問題呢 很多這些危險 但是你因為一旦 你立法 你去行動這件事的時候 你很容易過界 你也有機會被濫用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的 誰判斷可以主動安樂死呢 其實背後 這件事就是不同的世界觀 因為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基督教有一個世界觀 就是我們有神 生命是由神賦予的 有些人甚至說 這個是神聖的 當然 就算他沒有神 他覺得這個生命是重要的 是大自然富裕 或者什麼都好 他覺得 要結束一個人生命 不可以 只是自己去決定 但是一般來說 他另外大部分 贊成安樂死的 那種人的世界觀 多數都是 就是不會相信有神 也都覺得 那個人的人權 他是比較高的地位 但是我們 如果基督徒一般來說 不是那麼贊成 就是贊成人權 但是那個地位 不是高到神權 人就可以決定自己的生死 不是的 所以 這個基本上 有文章也都說到 是兩個世界觀的衝突 我個人 當然覺得 生命是由神賦予 尤其是 就算很實際來說 你不要說有沒有神 但是你一走了這件事 你過了一條界 因為那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你的工具 你用什麼工具去做 都是一個殺人的行為 是吧 所以呢 當然 說了主動安樂死和被動安樂死 有不同 說著主動安樂死 我們應該要反對 就是作為一個基督徒的看法 所以呢 這個是我的分享 希望大家 三思和 就好像我開始這樣說 要做的行動 就是趕快去做 希望可以影響我們 這個州政府 不要過這條法例 那 好了 希望大家 可以給多回應 share我的觀點 或者subscribe我的channel 好 下次再見 拜拜